各位同學,有沒有試過在去一個地方之前,先找一下地圖,到了這個地方的位置在哪裡呢? 例如我想去青魚幹線訪客中心和觀景台 首先,我應該在目錄上找出青魚幹線訪客中心和觀景台 然後再由它旁邊的資料,找出它在這張地圖上相應的位置 在地圖上,表示一點的位置是利用兩組互相垂直的平衡線 在這張地圖上,垂直線是由00開始至到08 水平線是由00開始至到06 青魚幹線訪客中心和觀景台是在03、03 03、03,就先打直看03 然後再橫看03 青魚幹線訪客中心和觀景台就在這裏了 色列表 要表示物件的位置,我們可以用座標 來指示 現在利用座位表,為大家介紹一下座標的幾何知識 在座位表上面,我們可以將直行由左至右編號 然後將橫行由下至上編號 很容易我们就可以找到 直行的第三和横行的第二 就是这位同学了 我们可以用3、2这个数学符号 来表示这个座位 在3、2里面 第一个数字表示直行的第三行 第二个数字表示横行的第二行 3、2 这个表示位置的数学符号 我们叫做聚偶 2、3 这个座位是直行的第二行 横行的第三行 我们用聚偶2、3来表示它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聚偶3、2 和聚偶2、3是代表不同的位置 聚偶3、2是杨诗华同学 聚偶2、3是张伟林同学 这个座位表的模式 就好像数学里面的直角座标平面 在座标平面里面 我们利用两条互相垂直直线的交点 来表示一个位置 而用这个表示位置的方式 我们就叫做直角座标系统 直角座标平面 是在17世纪的时候 由法国数学家迪卡尔提出的 所以这个平面又叫做迪卡尔平面 这条水平的数线叫做X轴 这条圆随的数线叫做Y轴 X轴和Y轴相交的点叫做圆点 通常用O来表示 在圆点的右边是正数 左边是负数 上面是正数 下面是负数 这一点的位置 是由X轴上面3的位置 延伸出来的垂直线 和由Y轴上面4的位置 延伸出来的水平线相交的地方 我们用最偶3、4 来到表现这一点的座标 代表一点的座标里面 第一个数字就是那一点的X座标 第二个数字就是那一点的Y座标 原点的座标就是0、0 这里有四点 点A、3、4 点B、-3、4 点C、-3、-4 点D、3、-4 将这四点 这字母次序用直线连起来 即是AB、BC、CD和DA 就得到一个长方形了 大家探究一下 究竟A、B、C、D 这四点的座标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又试试想想 在一个直角座标平面上 有一个长方形 D、D、E、F、G 知道点E的座标是-2、3 点G的座标是-6、-1 点D和点F的座标会是多少呢? 给大家一个提示 在地图上要找出两个地方的直线距离 我们除了要用尺力量度之外 还要根据地图上的比例尺力计算 陈sir,麻烦你和我们示范一下 在地图上 由清源干线的观景台 去到港澳码头的直线距离 是10.7公里的 在直角座标平面里面 如果我们想找出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 那又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数刻度的方法 点A和点B的距离是6个单位 点B和点C的距离是8个单位 我们也可以根据两点的座标值 用计算的方法找出两点之间的距离 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两点 它们的水平距离 就会是x座标的差 用大的x座标减小的x座标 点A和点B的距离 是3减-3 等于6个单位 在同一圆随线上的两点 它们的圆随距离 就会是y座标的差 用大的y座标减小的y座标 点B和点C的距离 是4减-4 等于8个单位 大家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座标平面上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P Q R 顶点P的座标是0-1 顶点Q的座标是4-4 你们试下找出顶点R的座标 然后计算出三角形 P Q R的面积 要表示一点的位置 我们可以用直角座标系统 除了直角座标系统之外 要表示在平面上任何一点的位置 我们还可以用极座标系统 在航海或者航空交通所使用的雷达掃描系统 就是应用了极座标来表示物体的位置 极座标平面是由一组同心圆 和一组经过圆心的直线组成 假设 同心圆的半径分别长 一个单位 两个单位 三个单位 四个单位 如此类推 假设 以这条水平线是零度做参考基准 由这条线依反时中方向开始量度 这些直线分别是在 30度 60度 90度 如此类推 极座标系统 就是用这一组长度数字 和这一组角度数字 我们就可以决定一点的位置 在一个极座标平面里面 这个圆心是中心 叫做极点 用0 0度来表示 0度这条水平线 叫做极座 表示一点位置的极座标 是一个序偶 例如点P 2 60度 是在第二个圆 和60度线相交的地方 第一个座标值2 是表示P点和极点O的直线距离 是两个单位 这个长度叫做极径 第二个座标值60度 OP这条直线和极轴之间的夹角 是60度 这个角叫做极角 有没有留意天气图呢 天文台用来显示台风 和雨云的天气图 都可以形容到极座标系统的 这个就是我们天文台 常用的雷达图像 图像的中心十字这个位置 就代表香港 垂直这条线就代表是南北的方向 而水平这条线就代表是东西的方向 在雷达图像上高 我们很清晰可以见到 台风约克的外围螺旋雨带 以及它封眼的位置 在这个时间 台风约克集击在香港的东南面 要是100公里左右 谢谢李sir 别客气 如果我们用极座标 来表示台风约克的位置 以香港作为极点 台风约克的极座标就是 100 315度 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在一个直角座标平面里面 变换对一点的座标有什么影响 在这集节目里面 我们会和大家讨论其中三种的变换 包括了反射 旋转 和平移 首先 我们看看一点经过反射变换之后 它的位置和座标会如何改变 点R的座标是 负4 3 以X转做反射转 点R的反射影像 就是点R1 R1的座标就是 负4 负3 以Y转做反射转 点R的反射影像 就是点R2 R2的座标就是 3 4 3 反射变换有以下的特性 图形和反射转之间的距离 以及反射影像和反射转之间的距离 都是相等的 如果反射转不是X转 或者Y转 而是平衡X转或者平衡Y转的直线 那么点R的反射影像 的座标又会是点呢 接着我们讨论一下 平移变换的情况 将一点水平移动 它的Y座标不会改变 以点P 3 4 为例 如果将它水平向右移动 5个单位 它的平移影像点P1 座标是 8 4 如果将点P水平向左移动 5个单位 那么它的平移影像点P2 座标是 负2 4 将一点垂直移动 就会得到类似的情况 只是X座标不变 大家留心看一下 如果 同时将一点水平和沿随移动 它的X座标和Y座标就会一起改变 接着再来讨论旋转变换 点M 4 0 是在X轴上面 如果以原点O 做旋转中心 OM做半径 将这一点逆时针旋转90度 它的旋转影像 点M1 就会在Y轴上面 座标是 0 4 再转多90度 会怎样呢 它的旋转影像 点M2 就会在X轴上面 点M2的座标是 2 4 4 0 再转多90度 会怎样呢 不如留回给大家去找答案 有没有留意到 每次旋转变换的时候 X座标和Y座标的变化 假设 点H 1 3 以原点做旋转中心 逆时针旋转90度 180度 或者270度 每次旋转变换的影像座标 是什么呢 大家试试将点画在座标平面上面 这样就会知道答案的了